自古以来 入室为官是许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 在他们看来 做官不仅能够光耀门楣 还可以实现报国尽忠的远大理想 然而从古至今 有的官员勤政未民 留下千古美名 有的却贪赃王法一臭万年 那么如何才能做一个为后世称颂的好官 作为政教的源头 历代家法是如何教导子孙从政为官的呢 特别节目中国家法 西南政法大学刘云生教授 即将为您讲述为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宋徽宗时期的蔡靖 四度违向 文章书法都是一流 智商更是高人一筹 但用今天的话说 有人气 没人品 有财学 没节操 蔡靖升居高位后 曾经感慨说 既要做好官 又要做好人 可惑 蔡靖的意思是 既然要做好官 就做不得好人 要做好人 就做不得好官 这段话遭到了后代很多人的非议 尼斯 在美兰丹州 遗憾的是 他没能走到丹州 而是以81岁高龄 死于潭州 至于他的死亡原因 大宋宣和仪式 说是穷恶而死 家资义贯的蔡靖 怎么会饿死 王明星挥煮后路 说得很清楚 蔡靖名气之大 名声之臭 不拦下 用钱买不到吃的 买不到喝的 商贩店铺 坚决不卖东西给他 还破口大骂土 口水扔烂彩头 更麻烦的是 这些商家和小贩 还形成了行业同盟 相当于今天的路透社 一路传递消息 说大贪官蔡靖 什么时候走到哪了 坚决不能卖东西给他 没吃的没喝的 一代大宰相 一代大才子 最终穷途末路 饿死于胡乡道徒 据说蔡靖死之前 回顾了医生的荣华富贵 但最后的人生感慨却是 惊世人心一致于此 我医生四度违向 丧失人心怎么就到了这个程度 蔡靖的良好论 反映的是一种 扭曲的功利性 价值观 尼斯的反驳 立场坚定 但是柔弱 不利 如果从中国加法治理层面来考察 就可以对蔡靖的观点 进行最有力的反驳和矫正 我们讲过 家族培养人才 实际上也是为国除彩 为官为患 光宗耀祖 也是各个家族 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 但在为人和做官的关系上 历代家法首先强调的是 先做好人 再做官 否则就是家法伺候 王举两个例子 和蔡靖同时代代包政 为官清廉 人称包无清天 他在包销素工家训中归领 后世子孙释患 有犯脏难者 不得犯归本家 亡末之后 不得葬于大英之中 不从无知 非无子孙 后代包家子孙为官者 如果贪赃 亡法 不得回归本宗 死了以后 也不能够归葬祖坟 凡是不遵从我 致向遗愿的 都不是我的子孙 再看同时代的赵鼎 被后世称为忠心贤相 赵鼎在家法中 单列了一个小册子 叫至家三十项 其中特别谈到 用家族宫田租客收入 来贴补家族子孙的日用 这是一笔专款 叫春流钱 一般说是人人有份 但有一类人 不能相遇 罢关于他处寄居者 更不分割租客 凡是因贪赃 亡法 被罢关的族人 不能回本族居住 也不能够参与家族 租客收入分配 到了后来 家族反腐败 更走向极致 比如 土江正式的家法就规定 子孙出世 由以赃莫文者 生则于普途上 消去弃民 死则不许入祠堂 郑家子孙 如果做官贪污受贿 败坏家族生育 活着的时候 就从宗谱上 突消性 死后不能够 进入郑家的宗祠 也不能够上谱 列位 百神主 消谱是家法中 最严厉的处罚 是直接断绝 血缘认同 和家族联系的 极端措施 代表了一个家族的 决绝勇气和道德底线 所以我们说 家族自治法的反腐 是最强有力的语书 也是从源头上 反腐的第一道方向 官生的好坏 不仅影响 个人的仕途发展 还会影响 一个家族的生育 甚至整个家族的未来 因此 凡是有远见的家族 都十分注重 教导子孙如何为官 那么我国传统家法 对子孙如何为政 有哪些规范和要求呢 这规范和要求 又会对家族的发展 产生怎样 积极的影响 特别节目 中国家法 西南政法大学 刘云生教授 正在为您讲述 为政 家教是政教的源头和基础 古代家法通过内部自治规范 对子孙未来从政 提供了较为系统的 伦理规范和行为法则 其大者要者 有五个方面 连 公 人 圣 民 第一 连 唐代刘公措家法景言 他的儿子刘仲瑛 也是以理法之家 到了孙子 刘平这一辈 执青有富方 赵宗欲依已相 柳平正直清廉 有乃富之风 滕赵宗曾经想 请他出任宰相已知 柳平从理论和实物两个方面 阐明了家教和政教的关系 立官则 节级省事 而后可以阎家法 家法备 然后可以严养人 职不进祸 连不孤民 由于祸不屑 节与富 不病 做官青年检政 才可以践行家法中确立的 为官原则 家法规定清楚了 才可以教育子孙如何做官行政 总的来说 政治而不招货 清廉而不孤民 这是两个技术性原则 但另外还有两个大的原则 忧心国事就不要怕祸患 连接自律就不要想去升官发财 反腐畅联是中国古代官场的主旋律 无论是从官方的依法整治 还是从民间的舆论支持 疑或是官员的自我反省 都是源自于从小接受的家族教育 明代的血轩将连接分为三等 里民而不忘取 无所为而然上民 上民节而不苟取 捐借之事其次已 为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 则勉强而然私幼其次 也就是说官员的连接有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是明理见性自然而然 非奋力之力不动性不忘取 第二等级是崇尚民节 耿直中见 对非奋之力不动手不苟取 第三等级是 未法保卫勉强守得 虽然动性但是不敢动手 从结果上看 不忘取 不苟取 不敢取 三者的效果一致 但从境界上来看 前两者明显高于后者 从知识阶层的自我反省 和加法规范层面而言 追求的恰恰就是 前两个比较高远的目标 在加法领域 除了非常严格的承摊措施外 一般家庭都还比较重视 说理 说教 亲人终于序在加法中勉励子孙 亲平立平 企图无辱无荣 勤俭吃生 更可 渐冲 渐欲 人一辈子 无论你为官 还是为民 只要能够坚持 亲平守纪 就能够 无荣无辱 安然度日 只要能够勤俭吃家 家业家用 自然是日增 日富 过上小康 不成问题 但是 有个问题需要注意 连级的官员 特别是前面提到的 第三等级的官员 很容易走拼 由清廉走向清客 最可怕的是 一些清官不断地磨砺自我人格 往往会以道德的标准 去替代法律标准 会推挤级人 以极高的道德标准 去衡量 评价官场 甚至产生天下滔滔 唯我独清的错误认知 导致人格扭曲 性情怪畅 郑宣说一句话 专门针对这种现象 居官已清 是君子分类 是 清非兰 不见其清为兰 不视其清 而操弃离力人 为游兰 居官清廉 是君子固有的操守 做到清廉不难 但不让别人看到清廉 不以清廉 孤民求荣 这就比较难 不依仗自己的清廉 而言行过分 打压凌辱同类 这才是最难 第二 公 公平公正 既是一种官德 更是一种私德 武则天时候 有个酷略叫 皇甫文贝 他和徐有功 讨论案子的时候 认为徐有功 袒护恶人 罗志成罪 要把徐有功 一棍子给敲死 至少也得敲进脑里去 哪知道武则天 免去了对徐有功的处罚 沙漠转水转 有一天 皇甫文贝被人告发 徐有功主持审讯 他怎么办 有仇报仇 有缘报怨 没有 有罪从情 疑罪从无 疑奉宽解 但是不违法度 有人就挑拨数 这人不是要置你于死地吗 你为什么偏偏还要宽纵他们 徐有功的回答是 儿所言者私愿 我所守者公法 安可以私害公义 你所说的是我和他的私愿 我所遵守的是公法 哪能以私愿去妨碍公法呢 宋代欧阳修和世人梅生玉 私交很好 梅生玉活着的时候 欧阳修不遗余力地推荐梅生玉的事 梅生玉死了 欧阳修欲给他写目之名 但有人就很奇怪一件事 欧阳修后来官居参知正事 也就是副宰相 而梅生玉一辈子 就没当过什么像样的官 有一天 小有名气的史学家范冲 实在想不通 就问他老爹 大史学家范修 欧阳公和梅生玉私交那么好 为什么从来不推荐梅生玉做官呢 范老爹的回答是 前辈不与朝廷官决 私与朋友顾就 前辈做官了 公私分野 不会拿朝廷的官决 来照顾金鹏顾旧 范冲听了赞叹队 后来范冲也成了著名的大史学家 身任帝氏 后来外转任职 绍兴八年正月 朝廷为任他担任雾州之州 但那个时候他的姻亲赵顶 刚好当宰相 为了公正 为了避险 范冲坚决推辞不救 算是为父亲和范氏家族 交上了一份合格的官场大决 唐代的柳公硕 为官轻正 公量 这刚才说过了 但从不以私反攻 他很自豪地说 吴立官未尝以私喜怒驾驭人 子孙其畅户 我围官几十年 从来没有把个人的喜怒 强驾驭人 不费公道 不为私德 我的后代应该要发达昌盛 这话似乎有点迷信 但是更科学的解释应当是 只要父亲做好表帅 言传身教自然会影响 儿孙对公道私德关系的认知 还会自动模仿 后来他的儿子柳仲英 孙子柳平 果然恪守家训 公私分明 最终造就了柳氏家族的 繁慎如唱 我国历代家法都教导子孙 要清廉从政 公政为官 这不仅是国家对官员的基本要求 也是一个家族繁荣昌盛的重要保障 然而要成为一个受人爱戴的好官 除了做到清廉公政外 还应该施行人政 谨言慎行 清政明察 那么我国传统家法是如何教导子孙 做到仁爱谨慎和亲民的呢 特别节目中国家法 西南政法大学刘云生教授 正在为您讲述 违证 第三 人 人是一种善德 是以怜悯之心行政 以包容之心搅置 宋代清理年间宰相 贾昌朝 给儿孙交流 做官心得的时候 特别叮嘱 听诵物在祥审 用法必求宽恕 追忽决训 不可不慎 处理案件纠纷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谨慎 适用法律一定要力求宽恕 至于追加证人 审讯判决 都要慎之诱胜 贾昌朝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官司需要追加证人 牙医们手持文书 直接到别人家里边拖上就走 搞得证人家里全家老小 惊慌失措 哭泣了 以为大货临头 贾昌朝认为这些行为 有准人得人道 人还包含了理解和同情 宋出的田园军任三思使 主管财水 权贵显得亲戚故旧 下属同僚 纷纷拜托请业 田园军为人宽阔 对上级大僚要笑脸相迎 对同辈下属同样慈眉善言 他的理由是 别人求生欠情有可言 如果不能够实现愿望 心里本来就够委屈难受的 你要再摆出一张臭面孔 一副关架子 那别人日子不就更难过了吗 这就是人性慈灭 人还意味着包荒 就是包容缺失和弱点 不轻易去考察人性 说起来 每一个人内心都有那么一点阴暗面 面积有多大 自己都搞不清楚 何况外人 如果不断去刺激诱惑 好端端的一个官员 可能就会被搞残废 唐太宗时期 听说上述衙门很多人受贿 为了检测 他就让手下拿着礼物 挨个送下去 结果有个人顶不住 这种诱惑结束了 唐太宗大怒 要杀掉这人 但是财政部部长 配具就坚决反对 说皇上你这是诱惑犯罪人 轻率去考验人性 再处以急刑 于理有亏议 语发无惧 唐太宗没办法 只好免罪了事 第四 慎 历代加法 教育子弟为证 一定要慎 不仅要律己 慎言慎行 还要谨慎的去对待 特定的人和事 宋太太吕本仲 祖上吕姐 吕公祖 都当过宰相 他教育子弟说 当官既自连击 又须官防小人 如文字利影之类 介于须民白 以防重伤 不可不至证 不可不降之也 当官不仅要自己 清廉自首 还得提防小人 起草的文书 收发的文件 管理的账目 一定要清楚 不要被别人抓住把柄 造谣重伤 官场小人中 最有名 最可怕的是利 利虽然没编制 没品味 但却背靠权力 可以狐家虎卫 可以草船借鉴 更可以礼贷淘奖 吕本仲早就意识到 这个问题 所以提醒儿孙说 很多年轻人 刚刚步入仕途 就被这些狡猾的下属 欺骗 蒙蔽 诱惑 只要你一身手 一辈子都受人挟持 胜还意味着 明事情 差人心 弥斯 关注到一种 官场现象 叫谬 谬 人方居权势时 请业必供 书问必敬 兼又敬其所居之官 非敬其人也 一个人刚刚上位 有位 有权 有势 别人对你那是千功 克戚 书信往来 也是礼敬 有加 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清楚 这不是尊敬你本人 而是尊敬你所担任的官位 胜还意味着处事有根有据 如果存疑 就一定要谨慎从事 不可想当然的任性而为 季晓岚给当地方官的唐兄写信 告诫他说 凡是预见难以解释清楚 犯罪原因的 找不到细节的 这些案子 一定不宜轻易下判 宁愿选择 疑罪从无 这既可以彰显法律的严明 又可以积累自己的私德 第五 明 为官罪难是判案绝遇 倘若受了蒙蔽或者自负任性 冤语大厨 这就是历代加法强调清明的真正原因 加法中经常引用的两个势力 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田元军 他在成都任上 凡是遇见官司 必须找到败诉的一方 问得清清楚楚 等到一切调查清楚 证据确凿 才开始下笔离判 所以在他的任上 没有缘案 成都老百姓称颂他叫赵天纳主 另一个例子就是唐代的张月 唐瑞宗时期有一个案子相当复杂 千年的人太多 唐瑞宗就派张月去省里查办 张月很快就查明案情 辩民原委 把一大批无辜的受牵连的人全部释放 唐瑞宗高兴的说 知青案此语 不枉良善又不露罪人 非清中正岂能如此 我就知道你省里这个案子 不会千年良善 不会露掉恶人 不是你这种中正的人 哪能处理得好啊 这就是不枉不露的典故来源 后来张月深圳宗相兼修国使 达到了人身事业的巅峰 简单总结一下 传统家法要求子孙为官行政要 连功人圣明 看起来就是一种理学说教和自治法则 但其价值取舍和管理模式 却透露着一种可贵可感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勇气 即便全盘仪式到我们21世纪的境界 仍然占据着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制高点 回应着时代的最强 是我们治家 治国 立足 珍贵的文化遗存 和精神遗产 谢谢收看 请看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